西方精心不得局,莫迪彻底沦陷。9月10日,在印度新德里的甘地纪念馆,莫迪以世界领袖的风范站立,而拜登则伴随在他身侧。此外,那些过去总是西装笔挺的西方首脑,此刻都光着脚,跨过地面的水洼,前往向甘地致以最高的敬意。 这一画面传回印度后,国内舆论沸腾,人们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已显著提升,自视为真正的大国。 但就在莫迪似乎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高峰时,一个暗藏的危机正在逼近。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的国会大厦,召开了一场气氛紧张的紧急会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严肃地面对议员,告知他们一件震惊的重要事情。 让我们回到三个月前,地点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萨里郡。 斯科特路旁有一座西克教庙。 6月18日晚8点27分,庙前的停车场突然传来枪声,一辆灰色皮卡的车窗被击碎。 人们冲出来发现车内的人已被枪杀。 他就是哈迪普、辛格、尼加尔、加拿大的西克教领袖。 尼加尔早已是加拿大公民,因此这起事件被视为政治暗杀。 特鲁多揭示,加拿大安全部门正在调查印度政府特工与尼加尔遇害之间可能的联系。 特鲁多强调,加拿大将追究责任。 当天,加拿大外长乔利和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驱逐印度外交官,指出他是印度对外情报部门在加拿大的负责人。 两人表示,任何外国代表在加拿大参与谋杀加拿大公民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而乔斯林·库伦·特鲁多的前顾问警告称,这次事件可能会让印度在国际上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如果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会面对哪些后果呢? 美国的这一名单上现有五个国家——伊朗、古巴、朝鲜、叙利亚和俄罗斯。 过去还曾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 受此影响的国家,其海外资产可能会被冻结,可能会被排除出SWIFT系统,导致资金无法结算,甚至其海外贸易可能受到限制。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那么这就像是封闭了他的各种感官,让他处于非常困境之中。 回想一下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大佐,他们在被美军抓捕后所遭受的待遇都非常惨烈。 有人可能会指出,这是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 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表示,白宫对加拿大的这些指控非常关切。 他还表示,美国会与加拿大保持紧密沟通。 昂萨五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加的态度已明确。 澳大利亚外交部对此也表示深表关键。 印度现在的近况,的确不太乐观。 事态已经远不止于小麻烦那么简单了。 近日,加拿大高层已发出强硬声明。 例如,特鲁多表明,他已经向加拿大的亲密盟友领导人报告了此事。 除了美国、英国的苏纳克首相和法国的马克龙总统也已得知。 而加拿大外长乔利计划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向G7集团的外长们汇报此事。 看来风云突变,这次印度似乎惹上了大麻烦。 因此,这完全可以视为一出大戏,或者说是美国策划特鲁多主演的精彩剧目。 那么,这到底是何种大戏呢? 很多人脑海中浮现江南案三个字。 大众普遍了解的是,华裔美籍作家刘一良,化名江南,因其作品触怒了蒋经国,遭到蛙岛情报部门雇佣的黑帮杀害。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许多证据显示,美国很可能事先就知道了这起事件。 当蛙岛认为凶手已经安全返回,美国却出人意料地指出了一些嫌疑人。 面对美方的指控,蛙岛开始审判这些人,而他们竟然坦诚了罪行。 蛙岛随后便称,这是下属的私自行动。 但美方坚持认为,蛙岛高层参与了此事。 后来,一些涉事的黑帮成员因担忧被牺牲,公开了两核录音带,揭露真正的幕后黑手、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原定的接班人。 面对这一事实,蒋经国意识到美国的真正意图,但此事已经无计可施,只得宣布放弃蒋孝武的接班,并宣布蛙岛将走向民主。 美方的要求并未结束。 他们要求蛙岛交出董贵森。 蛙岛答复称,找不到这个人。 但美国仿佛早有预料,于是在巴西抓捕了董贵森。 1986年,在美国法庭上,董贵森宣称这不是个人或帮派行为,而是政府行为。 他随后被判刑入狱。 1994年,监狱内发生一场暴乱,董贵森不幸丧生。 印度的这次事件相较于江南案,更为严重。 我曾提及,在尼加尔遇害的同时,还发生了许多神秘事件。 6月14日,阿富塔、辛格、坎达在伯明汉的一家医院经过十个多小时的抢救后,不幸去世。 虽然医院称此为猝死,但初步报告指出他可能是被人投毒。 具体是什么毒,医院并未详细说明,并表示需要等待官方声明。 在英国的西克教徒社群中,阿富塔、辛格、坎达是知名的领导人之一。 再回到5月6日,在巴基斯坦的拉赫尔·帕拉姆吉特·辛格·潘杰瓦尔被突然冲出的两名男子开一枪袭击。 他的保镖迅速还击,打死了其中一个并打伤了另一个,但受伤的人逃脱了。 此后,关于这个案件并没有新的线索。 帕拉姆吉特·辛格·潘杰瓦尔也是西克教徒的重要领导者。 他与阿富塔·辛格·坎达的遭遇与下面的事件有着诡异的时间巧合。 从更大的时间框架来看,5月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了沙特和阿联酋, 宣称如果这两国想建铁路可以与美印合作。 而在沙利文的这次访问的前一天,帕拉姆吉特·辛格·潘杰瓦尔遭遇袭击。 6月15日,沙利文又访问了辛德里,与印度官方讨论了双方的战略合作。 访问的前一天,阿富塔·辛格·坎达在英国遭遇不幸。 6月18日,尼加尔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被枪杀。 接下来,印度总理莫迪前往美国访问,与拜登总统亲密交往。 终上所述,这些事件是否与之前的江南案有所相似。 我将信息留给大家来评判。 观察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哪些结论呢? 简而言之,最近莫迪过于自恋,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国际的焦点。 美国希望与他结盟,俄罗斯也主动亲近他,他不仅希望受益, 而且想要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展现其全球领导的风范。 他甚至可能认为,由于西方现在都在巴结他,即便他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举动,西方都会默认他的行为。 但实际上,美国正等待他做出这种冲动之举。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现在很明确,美国想要与莫迪合作,目的是希望他挑起于我们的对抗,但莫迪所提出的要求太过于高昂。 他希望得到什么? 芯片制造,新能源产业以及航天科技。 这些技术美国手中有吗? 并不全有。 即使有,美国自己也是供不应求,不太可能分享给印度。 我之前提到过,G20峰会上以及美国曾承诺给莫迪的资助,实际上都是空洞的承诺。 而且众所周知,印度的态度始终是,你和我合作,如果让你赚到钱,那就算我输。 所以,即使美国真的提供了这些技术和资源,印度真的会全力与我们对抗吗? 很可能不会。 那该如何是好? 最佳策略是找到掌握莫迪的把柄,并牢牢地控制他。 至于,如果莫迪决定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意屈服,美国又应该怎么应对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五眼联盟中,除了新西兰因为规模较小而声音不太响亮外,英国至今还未表态? 要知道,阿富塔、辛格、坎达是英国公民,在英国的伯明汉不幸被毒害。 加拿大都能掌握的信息,英国难道掌握不到? 即使这两国都没有相关信息,难道美国会坐视不管? 现如今,印度的外交局势较为尴尬。 随着莫迪近期的外交策略,印度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 附近的国家与其关系也不甚和睦,俄罗斯同样对其不满。 正当印度陷入孤立之际,如果西方国家准而对其采取强硬态度,印度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莫迪或许应该深思,美国的外交策略一直是如何。 蓬佩奥曾公开表示,美国的做法包括撒谎、欺骗和偷窃,这是他们探索与进取的方式。 既然西方国家如此,印度还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大利益,或是期待他们出面支持? 印度可能即将面临更多挑战。 这是他们自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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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